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无法反应族群比例的情况下 主导国盟政府的三大马来政党 也就是乌董 土团党 还有伊党 或许可能在下届大选失去了多数的优势 这个其实还有点言之过早 不过话说回来 相比西蒙时代穆尤丁的内阁 确实是比较单元以及种族倾斜的团队 因为组成政府的三个骨干政党 都是马来穆斯林政党 如果把这三个党乌伊土的马来票总数加起来的话 他们手握超过70%的马来支持率 占这个新政府的最大股东 所以政府部长的比例也自然比其他族群来得多 非常之多 那么尽管西蒙在509大选的时候 获得比较多的非乌伊以及非穆斯林支持 但是西蒙的内阁依然是以马来人为主 并没有过度的这个倾斜 它是确保了各个不同的这个族群 都有代表在这个西蒙内阁里面 可惜当时的西蒙呢 就被保守以及排他的这些马来党团的批评为说 行动党主导这一个政府 实际的情况呢 是行动党不断的以大局为重的这个理由 向支持者解释局势的这些发展 因为火箭呢也被他们的支持者以及他们的基层 被他们的对手批评为进进党 没有针对一些关系到少数民族 或者是华裔的课题仗义之言 捍卫华社的权益 敦马呢是在接受马来报章 阳光日报的时候就说呢 慕尤丁的政府的组成啊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马来人政府 那一旦面对大选呢 我不认为华裔会支持 当然印译也不会支持 那下一届选举的时候呢 马来政党的议席将会减少 慕尤丁的那个如果稍微仔细的看呢 除了单元之外 他也有那一种隐隐约约的 大马来人联盟的味道在里头 是不是有点像去年 乌一结盟的时候 两党结合以及其他马来舆论 所炒作的 他们在推动的是 大马来人的政府 把行动党以及承信党 以及公正党的安华派系 剔除在外 那么慕尤丁的阵容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然后慕尤丁呢 他同样的也没有把贪腐 案件产生的领袖 纳入在里面 所以这些人呢 都没有入阁 比如说巫统的主席 Zai Hamidi 他没有在里面 那么接着呢 他把这个巫统 没有党职的 Hisham Moudin跟Kairi 拉进来 除了能够平衡巫统 内部的这些派系作用之外呢 Hisham跟Kairi呢 也被视为是 接班梯队的人选 那么接下来呢 很可能就是 Azmin跟Hisham 然后土团党的Razi 就是教育部部长 以及Kairi的这个时代了 这些部署呢 多多少少都有 敦马当时的影子 所以他老人家呢 一开始 其实就对暗花有所保留了 否则不会把Azmin 从雪兰 拉到中央 担任部长 为任重要的 这个经济事务部 如今Azmin 已经是No.2了 不明言的 这个副首相 而这个安排呢 慕尤丁的安排 似乎符合 马哈迪的这个思路 而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马哈迪不再是首相了 因为他自己是首 是算 让慕尤丁 捡到这个便宜 当了首相 慕尤丁的这个国盟政府 其实呢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进化版的 马来人政权 非乌翼的这个橱窗 摆设跟点缀 味道非常的这一个浓 那么慕尤丁呢 他也知道 他面对的这个挑战 跟感官的问题 所以他不断的 在不同的场合 强调说 他是全民的首相 他要当全民的这个政府 是不分宗教跟辐射 大家都会被照顾 那另外呢 敦马其实还有一件 非常担忧的事情 他就担忧说呢 慕尤丁不会重新推动 英语教数理的政策 他说他不喜欢英语教数理 他是要用马来文教数理的 那他就说呢 数理英文呢 是不同于日常的英文 要翻译他们的是一件难事 而如果呢 我们不了解科学的应用的话 我们就会落我 敦马也强调说 他不是不爱母语 他说在很多人出生之前呢 他就是一个捍卫母语的战士 但是他说 他认为呢 科学很重要 如果我们跟不上科学的脚步的话 就会被淘汰 果然啊 敦马对英文教数理是念念不忘的 今年一月他成为代教育部长之后呢 在内部会就提出要恢复英文教数理 他向来都主张英文教数理的时候 比如说1.0的时候就推动了这个英化数理 那么穆尤丁到底会不会恢复英文教数理呢 根据目前的局势发展 应该是不会 暂时他会保留原状 因为这不是他最先关注 或者是最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 因为这个政策充满着争议 那穆尤丁跟马哈迪现在已经决裂了嘛 那基于现在呢 可能党选就要来了 敦马就有表明说 这是党员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呢 做选择的一个最佳平台 那敦马也承认说 土团党现在已经分裂成了两派 他就认为说啊 政府是不会倒台了 但是可能剩下 他不是土团党的领袖而已 敦马呢 他也在这一场的这个访问当中呢 就形容安华是自由派 所以他无法获得马来人的支持 因为这些马来人担心 安华推崇自由主义的这个政策 很难维持 或者是很难捍卫马来人 以及穆斯林的权益还有地位 因为马来人目前只剩下的 就是政治的权利而已 如果连这个东西都失去的话呢 那么马来人很可能什么都没有 他呢 借着就很不客气的就批评安华了 其实敦马的这种动作呢 不应该是盟友之间应该有的处理方式跟态度 就算要批评的话呢 也应该是关起门来进行公开讨论 以及承认自己跟安华确实有问题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之前有分歧都成功给按下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是执政 那么如今没有了政权之后 敦马更能畅所欲援 那么如今的情况呢 西蒙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关键点上 一方面他需要马哈迪在马来社会的影响力 但他又无法驾驭马哈迪左右为难 在这个时候 西蒙应该要认真的思考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了断 跟顿马划清那条界限 OK 那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要关注一下 一位很久没有出现在主编点新闻的焦点人物 他就是前首相那集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哈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欢迎收听主编点新闻 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前首相那集 那他的耶码公司 还有SRC公司的贪腐官司呢 还没有了结 可是呢 他已经出现在影视平台网费 Netflix的纪录片 不义之才的续集 然后呢 他就为自己喊冤 他在自己的住家接受访问 那当时他就是住在 他的这个房子里面的装潢呢 是非常的精致 享受着他的个人健身教练 还有一些健身的器材 国盟政府成立之后呢 纳吉会不会重新回国 回到政治的主流 他想呢 其实呢 这个东西是挑战重重的 因为马哈迪和穆尤丁 两名首相呢 先任跟前任都不认同 这名前前首相的盗贼统治 那么他们拒绝贪腐官司 缠身的这个领袖 不过呢 纳吉在过去两年 他自己也没有完全的停歇下来 他通过自己非常成功 打造了这个Bosco的网红形象 在社交媒体 不断的一直在调侃 西蒙以及马哈迪 似乎有意让自己回到江湖 不过 时不与他 他的年代 时代呢 可以说已经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 他依然可以通过他的政治代理 继续在政坛 尤其是在马来政坛上 发挥影响力 左右政局 因为他出生于政治世家 是精英贵族 那么他的政治是血液里的其中一个部分 无法完全抽离出来 当然 谈到纳吉呢 很多人呢 都会想到他的夫人罗斯玛 那针对他的夫人呢 他就说 我想说他就是罗斯玛的 确实就像是一名普通女性一样 就是喜欢买东西 那他说呢 他有时候也会到一些普通的经销店 就是outlets去购物 他说有时候他也是会抱怨的 因为他觉得他的太太呢 就是很喜欢囤积东西 那有时候他就会希望罗斯玛说 不然这些东西就丢了吧 不要再留着了 好 OK 这个是可能是一部分女人 常会出现的情况吧 对不对 那么纳吉他接受这个纪录片的访问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上 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 把他的版本说出来 让大家去评估 因为两年前变天之后呢 民众一提到罗斯玛 就联想到珠光宝器 钻石和名牌包包 而纪录片就声称说 罗斯玛喜欢名贵的物品 还有珠宝 不过纳吉的解释呢 则是 这些相关贵重的珠宝呢 其实都是别人赠送的礼物 他说 我们有很多朋友 朋友会送我们礼物 这在马来西亚并不算犯法 那纳吉就说呢 每个政府的领导都会收到礼物 尤其是来自中东的礼物 那他有强调说 这些礼物啊 都有记录在案的 他说外界呢 总是夸大描述我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我喜欢简单的生活 这是纳吉说的 那2018年呢 国阵败选西蒙上台之后呢 其实警方啊 也曾经搜查跟纳吉相关的多个地点 就起货了大批的现金 名表首饰还有珠宝 不过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呢 纳吉只是谈及警方所起货的现金 纳吉他宣称说 当时他身为巫统的这个主席 自己是延续过去几届巫统主席的做法 就是在他的名下呢 有个社会啊 企业社会责任 CSR的这个捐款的户口 那么这些捐款呢 是来自沙地国王King Abdullah的这个 特别给他当时 因为他是首相嘛 用作社会福利以及政治用途 那么关于这些捐款啊 这些珠宝啊 民众对纳吉还有罗斯马的负面印象 是非常深刻的 而且可以说已经有那种先入为主的看法了 那么纳吉夫妇除了现在要不断的上庭 出席这些案件的审讯之外呢 他们还要在忙着打另外一场战 就是观感战 这个Possession of War 那么民众对他们的这种负面的印象 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掉 不过Netflix的这场访问呢 能够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纳吉的解释 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纳吉的解释呢 都是他调侃别人 那么这一次他是比较认真的接受访问 当然呢 谈到了纳吉还要谈到了另外一位灵魂人物 就是伊马案的通缉犯的刘特佐 他就表示说呢 让刘特佐啊 涉入到伊马公司的事物呢 是他少有的过错 毕竟他认为他身为首相 总是面对许多的抉择 那不可能呢 从来不犯错 但是他说呢 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错 你都要责怪呢 那个位置最高的人 而他认为这并不公平 这个Netflix所播放的不义制裁 Dirty Money呢 是描绘着企业大亨 以及政治人物贪腐的系列纪录片 而其中第二季的第二集 就是最高首脑Man at the Top 就是以纳吉为探讨的这个对象 所以他们才访问纳吉 而且纳吉他也愿意接受访问 那么这些访问者呢 就提出各种尖锐的这个问题 如今纳吉的案件还在审讯当中 但是换了政府之后 总检察长以及反贪会主席也换了 那么这些换人会不会对审讯案件的过程 或者是结果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们没有答案 只有四个字 就是拭目以待 如果案情出现180度的转变的话呢 恐怕会引起许多的这个争议 目前也不方便讨论太多 因为案件还在审讯当中 一个不小心呢 就会被视为藐视法庭了 所以不可以zip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一段回来我们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随着大马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 卫生部总监诺西山呢 就呼应民众 推迟举行任何大型的就会活动 避免疫情感染 疫病感染 他今天呢就发表文告 敦促有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呢 必须要避开人群拥挤的地方 同时呢 应该避免参与公开的活动 包含一些宗教活动 他说任何有症状的人呢 受处与他人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 虽然主编点新闻的新闻选题呢 经常都是以时事跟政治新闻为主 但是拥有话题性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客厅 包括公共卫生健康呢 主编还是要关注的 那么近期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断的这个扩散 发现到民众呢 身旁的一些朋友呢 开始认真的看待防疫的这个重要性了 因为防疫 不是防疫 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已经进入了第二波 大家开始深刻的感受到那种病菌 那种病毒就杀到我家门前的那种迫切感 而那种认真和紧张的情绪被挑起来之后呢 其实它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民众开始意识到说 必须严正的看待 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诺西山呢 也劝告民众呢 就是避免出国旅游 尤其是到一些疫情肆虐的国家 他就提醒说呢 虽然恰逢呢 学校假期 有病状者呢 也不应该拜访国内的其他地方 那今天早前呢 宾州政府也宣布了 由于这个疫情呢 是日趋严峻 所以呢宾州将会取消呢 两项大型的常年活动 那就是乔治市的入仪庆典 还有乔治市的艺术节 不过呢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kifli呢 他就指着说 一旦这个肺炎的疫情扩散的话 失控的话呢 则会取消穆斯林的周五祈祷 不过呢 信徒穆斯林还是依然可以在家里 进行祈祷 作为取代 作为代替的 那么无论如何 Zukifli他说 目前还没有到这么极端 或者是到那个取消 星期五祈祷的这个地步 但是他建议把这个时间给缩小 那么截至昨天中午呢 这个大马累计的这个病例呢 高达149中 而其中26人已经康复出院了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呢 在星期三的时候 也有宣布把新冠肺炎的疫情呢 列为大流行的一个课题 那就再次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那我国政府呢 卫生部呢 也向民众发出忠告 就是必须要展延呢 所有的大型集会 以阻止疫情进一步的蔓延 随着卫生部的忠告呢 原定今晚举行的一场 关于西蒙巡回讲座的那种方式 改为以面子书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公正党的宣传主任 他就说 原本的那一场的讲座呢 是在晚上在邦萨举行 当时是有一些大咖的主讲人 会来主讲 包括他本人 然后行动党的 斯干部的国会议员杨巧双 还有陈信党的 刮拉雪兰的国会议员 就是前卫生部长 Zuki Fli Amman 也会来主讲 不过呢 随着卫生部发表 这个忠告之后呢 那么这一个原本 面对面的群众论坛呢 将改以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那么其实西蒙 现在他也面对的一种困境 就是 他的政权没有了 那么给国盟政府取代 他就通过民众的方式 回到过去 他们是反对党的方式 就是通过群众演讲 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 把他们的讯息带出来 让更多他们的支持者 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偏偏呢 就在这个时候 疫情进入了第二波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去举行群众集会 唯有通过网上直播的方式 来传达他们的讯息 但是这个方式是否有效呢 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他们并没有做着 而是他们通过科技的方式 来传达讯息 没错 那另外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啊 槟城今天也有一项讯息呢 就是公正党的本南地区 州议员呢 诺希拉 他在上任 槟州卫生委员会主席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另外一个 另一类的建议了 他就说呢 槟州或许可以举行呢 晒太阳的活动 来对抗呢 这个 就是 疫情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说 槟城天气比较热嘛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举办一些活动 或者是跟孩子一起 坐在太阳底下 其实呢 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提出自己的 我们讲的所谓的这个土方 就是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有效 比如说这个 疫情刚发生的时候 就有时候碰很多酒精啊 然后之后就引发了火灾 有这个悲剧发生 但是 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了 第三个月 从一月到现在三个月了 那么 我们应该听从卫生部 因为他们是这一方面的权威 这一方面的专家 那么根据卫生部的指示 来办事 那么如果需要隔离的话 就隔离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 就照顾个人的卫生健康 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 所以呢 City Plus在这一边呢 也要劝你呢 要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然后呢 少去一些人比较拥挤的地方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 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